石寒 木果 铜果 银果 金冠 由外巷内依次安放 金冠上记着蝴蝶结 金冠内放着装有舍利的丝囊 这是唐朝武则天时期 佛舍利一埋的典型规制 近日 山西博物院锐向崇光 太原龙泉寺唐代地宫出土五重饱寒特展 吸引广大文物爱好者关注 热度不断攀升 2008年 山西太原泰山龙泉寺文馆所 在修建蓄水池时 发现一座神秘地宫 经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后 认定这是一处佛塔遗址 塔基上部已损毁 塔基中部为砂石器柱的地宫 面积约一平方米 打开六边形地宫后 便发现一件石寒 此次所发现的五重饱寒 由外籍内依次为石寒 木果 铜果 银果 金冠 在这个铜果的内部我们发现了 以这个丝麻之品所制成的蝴蝶结 捆扎好的这个银果带金冠 金冠内发现了两重四囊 在四囊里面发现了是23枚舍利 这就更加证实了 泰山龙泉寺地宫遗址 确实是一处佛教舍利的一埋遗址 五重饱寒由石 木 铜 银 金 丝绸等多种材质组成 石寒平面呈长方形 为砂石雕凿 寒盖外表刻着供养人的名字 根据明文可确认 舍利饱寒为五州纸唐宿宗时期的遗物 因为木果在当时刚刚出土的时候 它散落了大概接近30块 有不同程度的遭袖 腐烂 重拾现象 工作人员需要进行拖延 拖水处理 再细心地对于碎块进行一点一滴的拼接 最后还附加一种特殊的粘接材料 然后才能让这样一个木果 重新展现在我们观众面前 刘金铜果置身于木果之中 制作十分精良 果身放置于须弥座上 须弥座周围镶嵌曼草花纹事件 与木果一样 果身四周装饰有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 及供养人 佛祖等 银果周身镶嵌珍珠 绿松石 红玛瑙等珠宝 一百余颗 金冠永丝带捆扎 既有蝴蝶结 这也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蝴蝶结 在泰山龙泉寺地宫遗址当中 所发现的这五种宝涵 是目前当中所发现的 年代比较早的使用棺果 进行舍利一埋的这样一处遗址 可以说是对了解我们的 唐代的佛教文化 以及唐代的佛教制度 乃至于上面非常精美的金属 金属事件 为我们了解当时唐代佛教的装饰工艺 唐代舍工业制度 都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食物资料